一个成功的孩子应该具备以下几点要求,第一,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心理,一个能够抗挫折,抗击打的心理,一个能够承受磨赖的心理,一个强大的心理,一个人的成长,包括我们成人在内,难免会犯一些错误,更何况是心智少不成熟的孩子呢,而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批评,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, 在家里犯了错误,被爸爸妈妈哭哭啼啼,在学校犯了错误,被老师批评教育的时候哭哭啼啼,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,搞得家长和老师面对犯错的孩子批评教育的时候,还得尽量说话的分量,不敢把话说得太重,怕孩子接受不了,面对批评有些孩子采取了自残,甚至是跳楼子杀的极端行为,这样的暗力旅渐报道, 还有的孩子遇到困难以后选择了逃避放弃,相信内容下图所示,从上图中可以看出,家长不要宁爱孩子,否则会培养出一个心理最弱的孩子,而这种心理最弱的孩子,很难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,孩子犯了错误,家长可以舍不得不去批评孩子,也可以要求老师不要批评孩子, 那么等孩子参加工作以后,家长也能够要求孩子的升级领导,不要提评自己的孩子吗? 显然家长做不到,因此作为家长一定要培养孩子,一个能够承受磨难抗挫折,抗击打的强大心理,孩子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理,才能经受住人生中艰难困苦,狂风暴雨的考验。 第二,孩子,对于学习父母不要求你出人头地,只希望你能自食其力,养活自己。 多年来,我在给家长上课的时候,对于要把孩子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,其实绝大多数家长的要求和期望并不高,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,尽可能把孩子送入一所大学,哪怕是一所的普通大学, 让孩子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满足科学技术不断发展,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社会的需求,因此家长要让孩子在学习中做到学习自力,将来在工作中做到工作自力,最终做到人生自力,相信内容下图所示。 第三,培养孩子的胆识和预示的主见,而不是预示胆气,犹豫不决,彷徨不前,毫无疑问培养孩子刚毅的性格,必须的胆识,独立的思维方面,父亲的培养,要远强于母亲的培养。 然而现实却是很多父亲,并没有参与到此造孩子性格,胆识,思维中来,导致孩子性格懦弱,比如当受到别的同学起舞的时候,孩子不敢进行必要的震荡防备, 从而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,结果被对方一而再加二三的起舞,并且被对方威胁,不许告诉家长和老师,从而使孩子的内心长期诸在诚惶诚恐之中,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带来了极大的伤害,使原本就胆小的心理变得更加胆小。 还有的孩子,于是没有主见,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,逆来顺受,即使自己被误解了,都不敢说出真相,从而使孩子的内心趋于自卑,而不能自拔。 因此多年来,我在给家长上课的时候,都要尊尊告诫前来上课的每一位父亲,一定要兼顾起自己的责任,而不可以把孩子完全托付给母亲,不可否认作为父亲比较忙。 然而,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,更何况很多父亲并没有真的忙到连培养孩子的时间都没有,有些父亲宁可和朋友喝茶,打牌,聊天都不愿意抽时间,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孩子,相信内容下图所示。 教育孩子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定义不同,但是给孩子一个能够承受活泪的心理,给孩子一个能够做到自立更生,人生自立的能力,给孩子一个强大的内心,是每个孩子成功的基础和最基本的保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